讨论的话题包括灵魂、鬼魂、不明飞行物、UFO、外星人、梦境以及与灵界的交流。 他们提到了8月份双重月亮带来的特殊能量,并谈论世界的当前状况和新闻。 我问了这个问题,世界是否疯狂? 因为在很多方面,世界确实变得疯狂,它不考虑对错。 我认为现在它正在整理,是的,你说的没错,目前我们有两个月亮,8月份有两个满月,其中一个被称为蓝月亮,当你在同一个月份里得到两个满月时,就称为蓝月亮。 我相信这个短语一蓝月亮一次来源于此,我记得我在某处读到过,或者在某个地方听说过,所以现在是一个特殊的能量时刻,而且也是水瓶做的,你知道我在想世界是否疯了。 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谈论,你认为现在的世界走向何方? 你知道,看看我们现在得到的新闻,新闻是可怕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身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早上醒来打开手机虽然不应该,但是你还是这样做了,就会看到新闻,总是总是有些可怕的事情。 问候Linda Craig,来自Heritage,南安普敦,Nana Lydia,来自德国,德国那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问题,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德国,荷兰也是如此。 Pimberley,下午好,祝福下午好,Helen,晚上好,来自工作的Craig和Jane,今晚我们会有很多雨,相信会下大雨,Alexandra,法国来的,这里也会下雨,Bonger,Bonger,各种语言都是Hello,是的,你们有问题吗? 今天是我已故父亲的生日,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认识这一天? 嗯,当然会,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通灵中,经常会收到一些日期信息,比如你可能会说你是否理解8月5日之类的,当然,你是在收到一些纪念日之类的信息,这对于接受信息的人来说是相关的。 我爸爸在两天前去世,我想是星期天,是他离开的日子,我们记得这些日子,他们在通灵中通常可以作为很多证据和证明,所以他们显然记得这些日期,我认为他们在灵界也会认识这些日期。 但我认为在灵界的时间有些不同,它不像在这里线性流动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只能理解时间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的,但是,在他们在地球平面上与我们联系时,这些重要的日期之类的事情可能变得更加相关。 在灵界,他们是否生活在与我们相同的时间层面上? 我认为它略有不同,很难解释,就像所有的量子物理学和时间概念一样,在量子世界看时间非常不同,你知道,时间在这里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的,但是,它是否可以向其他方向流动? 向上,向下,向侧面,向内,我们不理解时间是什么,它是我们所处存在的另一个维度, 所以我认为,在灵界,时间可能不同。 在灵界里,这些都是你们觉得非常正常的,但我认为,当他们在地球上与我们联系时,他们会意识到,并且他们的震动也会上升,对吗? 所以你知道,当你认为是你已过父亲的生日时,你会把生日祝福的想法传递到灵界,他们会知道并且会说是的,这是生日的联系,所以是的,他们会这样做。 但我用了有点复杂的方式解释,无论如何,如果你给灵界和你的父亲送上生日祝福,我相信他会接收到。 对吗?你认为,灵界和现实世界在不同的时向和意识状态下是不同的,对吧? 就像通过认识,评估他的生日,并在心中想念他,你会吸引他们到你身边一样。 有时你无法用三维的方式向一维的世界解释四维的事物,或者你很难向一维的世界解释二维或三维的世界,对吧? 是的,灵界的运作就是这样。我认为,最近去世的继父在你姐姐的梦中不断出现,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实际上,他去世得很快,你认为他有什么信息在他去世之前要传达吗? 这取决于情况,我认为,因为我非常相信,谁注定在某人去世时陪伴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过渡到灵界,有时人们无法与我们联系,无法说出他们真正想说的话。 但我没有察觉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不能仅仅用点击手指的方式得知他是否想对我说些什么。 我认为,有时灵界会尝试与我们联系,对吧? 我是说,他肯定想要与我们联系,但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进行预测时,你们的问题可能是相同的。 你知道,有时候可能是关于原谅的信息,或者他们已经看到了更大的途径,他们理解了自己犯的错误,理解了自己所做的错事,他们在去世时身边的不良影响,他们看到了更大的途径,有时候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试图再次带来和谐。 因此,当他们在你的梦中出现时,也许他们正试图传达某种信息,或者这可能与你有关。 你知道,我认为米歇尔应该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应该能感知到。 但也可能,他想通过你的姐姐说他已经和平地离开了,一切都好。 关于梦的话题,如果有人想提出一些关于梦的问题,也可以发问。 因为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梦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途径之一,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灵界的时间在梦中也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这是另一种我们所处的实相的例子。 我们可能并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梦中,这完全包围了我们。 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我是说,你是否有过一些令人着迷的梦境或发生过一些噩梦? 为什么人们会做噩梦,反复出现的梦,以及类似的许多主题呢? 有时人们在梦中相遇,我们称之为共同梦境,对于猫是否看得见鬼。 我觉得动物的感知是开放的,它们确实能看到超自然现象,看到人类,看到幽灵。 你总能发现动物突然会抬头,也许是看向房间的角落,或者你会发现猫的眼神突然四处张望。 动物能感应到其他动物,它们也能看到另一边的人类。 也许动物更敏感,我们之前说过这一点,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所以它们仍然需要进行交流。 我们通常认为灵性的东西是一种高级意识形态,但也许它并不是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也许它是一种比语言还要古老的动物交流方式。 至于猫是否看得见鬼,我认为它们能感知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因为你会突然发现猫对某个人不喜欢,特别是我们的猫羊对某个女人的样子不喜欢,它看起来像个巫婆。 我们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人,因为动物确实能感知到事物,因为它们的感官更加敏锐。 我经常梦见已故的亲人,尤其是我的伴侣和奶奶,他们在梦中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我的愿望想法? 我会说,这两者都有可能。 我曾经在报纸上写过很多专栏文章,简也写过一些。 我们为苏格兰每日记录报撰写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有15年时间为周刊新闻写作等等。 我们经常会收到读者来信,类似于今晚节目的内容,人们经常会写信给我,描述他们在梦中与已故亲人的经历。 有时候,我会认为这只是他们对亲人的担忧,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一个女人,她经常梦见她已故的丈夫要和她离婚。 这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梦境,她可能在想,也许她不再需要照顾我了,或者她是在试图与我断绝关系。 她认为这是真正的灵性接触,但实际上,如果你思考一下这个梦境的解释,失去某个人并感受到所有情感被切断, 就像离婚一样,就像她的丈夫与她离婚一样。 所以,这个特定的梦境实际上是对她对丈夫逝去和损失的感觉的一种表达, 以及她在情感上感到被完全抛弃的感觉,就像离婚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每次都是这样,你知道有时候你会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梦。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梦境,我相信大多数看到这个视频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特别的梦,很难用言语描述。 在那个梦里,你就知道你正在与那个人交流,所以我认为灵魂确实传递了真实的信息, 尤其是在死亡时刻,人们经常谈论这样的梦境。 有时候在梦中出现的是警告,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梦到了死神,那你可能真的应该担心了。 其实,关于死亡的梦境是最常见的梦境之一,有许多常见的梦境,但以死亡为主题的梦境非常普遍。 这些梦境似乎与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女人感觉自己离婚了的想法有很大的联系。 比如你和剪金碗都很累,你知道,所以梦境中经常会梦到自己或者孩子筋疲力尽,或者生病, 这就像是感觉自己已经死了一样。 梦境通过象征,预言和隐喻来表达,她说,我就像你一样死了, 然后人们从梦中醒来,说,哦,天啊,我要死了,你的梦境表达了你死记疲惫,死气沉沉的感觉。 我们用象征主义,用隐喻,甚至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是以图像的形式思考的。 我在最近的一些冥想中尝试过这样的思考,试图不用语言和图像来思考,这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你可以试试,在有机会的时候静静地坐着,不说话,不想象,因为这是我们在较低层次的意识中思考的主要方式, 在梦境中我们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图像。 我认为,图像可能在语言之前出现。 是的,文字就像符号一样,是图像的简化形式。 这是我关于灵魂之石的想法,我以为它说的是其他的什么。 是的,有时候在梦中,我父亲出现在我的梦中,告诉我祖父已经去世了,这非常有趣,这是否成真了,我想知道。 有时候我告诉别人,灵魂之石也许是指梦境是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奇思妙想, 特别是如果你事先不知道你父亲去世了。 这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会做这样的梦,甚至有时候在不知道对方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做梦。 我自己六岁时就见过我爷爷出现在房间里,我完全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但你六岁的时候还是很小,对吧,很年轻,所以对我来说,那可能是我最早的灵魂遭遇。 当时我害怕的是带小丑的窗帘,对,我过去会看到云朵中的图像,你知道,墙纸上的图案也会动来动去。 我小时候经常在黑板上乱涂乱画,然后画的东西会变成其他东西,这是活跃的想象力。 我们的大脑在投射,特别是当我们睡觉时,我们会投射一些东西到周围的世界中。 我们在随机的形状中看到一些东西,因为我记得小丑曾经让我感到害怕。 但你看,灵魂之石说得对,这是现实,梦不仅仅是奇思妙想,特别是当你事先不知道你父亲去世了。 这种情况非常好,很多孩子会做这样的梦,梦到某人去世,然后事实果然如此。 你知道,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尤其是他们被保留了? 是的,贾斯汀三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朵黑云,还见到了波普斯,也就是他在罗恩那边的祖父,他说他告诉我那是他的生日,我并不害怕。 他向我眨了眨眼睛,他有着最美丽的蓝色眼睛。 当我实际问罗恩的时候,他表示那是他的生日,而他对于灵界一无所知。 灵界就像中界传递证据和确认一样,这些是我们可以核实的事实, 这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这让你想,嘿,等一下,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不仅仅是我从这个流中得到了一些事实,我确信这经常发生。 我敢肯定你们中的很多人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们一定有过正实的经历。 当你知道有人去世了,即使在发生之前你就已经知道,或者当你们都涌向某人家中,因为你们知道出了些问题,这种情况很多。 在那之前,你们甚至可能都不知道那个人生病了。 所以,你还记得祭祀去世的时候,我整夜陪着他和他的母亲、朋友和家人在一起,在凌晨四点回家之前,你能闻到烤面包的味道。 是的,我闻到了烧焦的面包味,是他的祖母来接他了,他以前常常烤面包。 你说你闻到了烧焦的面包味,确实非常浓烈,我当时还在家里,你回家时还闻到了烧焦的面包味。 我们经常会在特定的时候闻到这些奇怪的气味,不是什么讨厌的气味,可能是丧礼上的食物。 但是,你知道,我倒是差点开个玩笑,说也许是跪着的姿势导致的。 但是,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闻到茉莉花的气味,那时是我爸爸去世的时候,那个味道很浓烈。 他临死时身边放着矿着侧面照的照片,这很奇怪,因为我爸爸本来并不信这些东西,但在临终的时候,他变得奇怪了。 但然后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茉莉花的味道,我相信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有奇怪的气味,突然出现,或者出现了足迹之类的东西,你认为那是什么? 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那是我还在报纸上写专栏的时候,因为我写了很多年,当时所有的巷头神像都开始喝牛奶,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印度人的信件。 巷头神,你可能知道,是大巷头的神,是师婆的儿子,他是消除障碍,为生意带来好运之神。 在特定的日期,你可能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新闻,关于这个事情的新闻,因为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因为世界各地的巷头神像都开始喝牛奶。 当我说喝牛奶,意思是在印度,你会把牛奶倒在师婆的像或者巷头神的像上,这是一种祝福,有点像洒圣水的想法,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们都开始吸收牛奶,喝牛奶,世界各地所有的巷头神像都开始吸收牛奶。 发生了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吗? 师婆的神或者其他任何神以某种形式出现,说明那个时候发生了特殊的事情。 也许我们当时还没有听说,因为那是在九十年代的事情,我想大概是在九十八年左右。 这象征着消除障碍的神像是非常积极的,它象征着神的一部分。 印度人认为它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神,而是对一个神的方面的象征。 但是,也许那时候确实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结果,也许可能可能的,这个星球上有人在那一天出生,或者在那天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似乎没有什么天文学上的显著事件,但这种情况到处都在发生。 我收到了很多来信,都是人们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后回应说,哦,我们也经历了这种情况,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我认识的人也给我打电话说,在我们那儿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奥秘在其中? 你知道,肯定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对吧? 世界充满了奇迹和奇怪的事情,你知道。 丽莎说她和姐姐相信,他们在梦中相遇过,他们在一个像天空一摆这样的市场里,他们相信我们都可以在梦中相遇,因为我们不总是谈论这些,没有被证实的事情,这倒是真的。 现在,我们不再谈论梦境了,不是吗? 在早期的社会里,人们会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梦境,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像在县议会会议上一样,只不过他们使用梦境来讨论。 如果有人在梦中做了某件事,比如与别人的妻子通奸,他们会因为梦到了这件事而受到惩罚,就好像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一样。 如果有人在梦中偷了东西,而且他们在梦中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必须公开谈论他们的梦境,那他们也会受到惩罚。 很奇怪,但也很有趣。 我记得,有一次我梦见你买了一辆黑色的宝马,我告诉了你,你说你得告诉我你真的买了一辆。 真是多么重要,但你没有告诉我,是吧? 是的,当你有心灵感应时,你什么都瞒不过我了。 所以,那一切都相当有趣,因为很多人买梦不守,把他们挂在床上。 请继续提出问题,你们有什么其他有趣的梦境,或者其他话题,我们今晚可以讨论的。 你们知道,北美的印第安人过去也有梦和预言。 梦在圣经中也非常有利,无处不在,很多人今晚都在谈论他们的梦境。 我看不清楚第一个名字,是Jason Doer吗? 真的不知道你住在哪里,没想到你会有个像Jason Doer这样的名字在你的出生证书上。 显然这是你的真名。 还有一个有趣的梦境,三条眼镜蛇,从来没有在梦中见过这样的场景。 然后是一个有光之梯的房间,上面写着加入我们,用英语,而我并不是英国人。 好的,这很棒,但有时候蛇是好的象征,有时候会带来好运。 我是说,蛇是地下世界的象征,还有阿尔格斯的蛇女。 所以这并不一定是坏事,是吧? 不过,蛇是一个很有趣的象征,也许比象征还要多一些。 因为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可能在这里与其他意识层次建立联系,也许这些层次由蛇来代表。 就像我现在正在阅读的秘密蛇这本非常迷人的书中所讲述的那样。 在这本书中,他谈到世界各地的萨满门梦见蛇,你知道这些梦境经常与ABC和DNA纠缠在一起,DNA是否在梦境中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 梦境中的一切都很迷人,但是梦境或蛇也在褪皮,你看到,所以当人们看到一条蛇褪皮时,它可以成为重生的象征,你知道,蛇再次出生。 因此,在这方面它可以有非常强大的象征意义。 卡达库斯是如此有趣,因为有两条交织在一起的蛇,对,我是说,我们在古希腊人那里肯定有这个概念,但是在许多文化中似乎都有这个卡德坦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看看DNA,它就像两条交织在一起的蛇,对吧? 平铺开来,看起来像一个扭结的形状,这是治愈和DNA的象征,或许这也可能与古代外星人的想法有关。 你知道,我们之前谈过,有些外星人可能是爬行动物,我们是否在我们内在有一个爬行动物的一面。 当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在子宫里,婴儿经历过一个爬行动物的阶段,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形态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在子宫里,只有一小段时间,但是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一面,以及非常非常久远的记忆。 是的,在英语中,这听起来像是在说英语,我也不是英国人,因为蛇对印度人来说非常重要。 当然,师婆是蛇的象征,师婆手中拿着蛇,你知道师婆是最高的神灵之一。 一方面,你有像维肖奴这样的崇拜,另一方面,你有师婆这样的崇拜。 而且特别是蛇被认为是脊椎能量,昆达里尼,的象征,它是沿着脊椎骨运行的脊椎能量,而且它们也是可怕的东西,不是吗? 我是说,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一条蛇,晚上我们会被吓坏的,所以蛇是让人害怕的东西。 因为它们贴着地面,它们很快,对,它们很快,而且它们是盲目的,它们可以感应你的能量和感觉,我们肯定有原因害怕蛇,因为蛇可以立即杀死你。 你知道,蛇可以杀死大象或狮子,或者其他动物,蛇是非常危险的,它们看起来很可怕,它们有奇怪的舌头,或者是眼镜蛇的戴帽形状,所以它们有这种奇怪的一面。 既是梦中仁慈的象征,又是重生的象征,也是治愈的象征,这是如此神秘,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在阶梯上向上的光是否可以代表你的昆达里尼,你知道,可能是你一直在处理的某种东西,或者在你的脑海中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你一直在处理师婆能量和下颗地能量的交融,这只是一个思想,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你的梦境的。 你是否认为,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存活在不断上升的海洋温度之下? 我们知道,自然目前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气候变化是一个警示信号,中国是最大的担忧,它们对气候的影响是最大的,对吗? 克雷格? 是的,我经常谈论这个问题,简也听我唠叨。 我认为,我们应该担心停掉所有汽车,并在伦敦等地设置无车区。 天啊,简直太脏了。 而且我认为,解决这一切的简单方法就是让中国停止生产,并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所有这些东西,并且利用中国来隐藏我们的工业,因为基本上我们仍然希望这些东西在中国制造。 这些东西在本国制造太脏了,中国制造没人注意,而且中国人也不在乎,因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排放到大气中。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中国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能否度过这些海平面上升的危机呢? 地球的温度比今天高得多,冰盖以前也融化过,比如在南极洲,他们发现了蕨类植物的化石,尽管那块陆地可能已经移动到南方。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地球被完全覆盖在冰之下,地球也有过升温的时期。 恐龙生活在那个时期,现在人们认为恐龙可能有羽毛,因为羽毛是保护自己免受暴雨侵袭的好方法。 当气温升高时,我们会遇到暴雨。 当海洋温度升高时,更多的水汽会被带入外层大气层。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所有人警告我们的全球变暖,不会是在地中海度假的美好日子,可能会是持续不断地倾盆大雨,因为热量会导致水汽上升,这将成为我们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担心海洋温度升高的原因。 我认为,我们会度过这个难关,生活肯定会继续存在,事实上,生活可能会因此茁壮成长。 就像恐龙在那些高温下生存一样,你可以维持一个巨大的身体,因为天气太热了,你在冰川时代是无法维持那样的庞大身躯的,尽管蒙马像还在那个时期生存。 但早期恐龙的体型之大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世界经历了许多许多变化。 而且,生活将继续存在,关于人类生活是否继续存在,这是另一个问题。 当前的外星人讨论和披露是否是为了转移其他注意力? 嗯,似乎是这样,你知道吧? 希拉不是吗?你了解我。 但是目前看起来,对于人们想了解的事情似乎非常模糊的时候,人们想了解关于外星生命、力量和不同行星的情况,不是吗? 我认为,他之前可能听过我在说话,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干扰。 我认为他们发布的东西都是胡扯,当时那些吸引头条新闻的事情正在发生。 同时,有很多关于拜登、中国金钱影响和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披露。 特鲁多也是一样,关于中国金钱的问题不断涌现,到处都是中国的投资。 我们的预言是,他们也会对达赖喇嘛这样做,中国当时有些事情他们想保密。 西藏有些动乱,让我们扼杀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再有一个达赖喇嘛事件。 我们知道他会被扼杀,所以不要全盘接受这些,因为这其中有很多背后的动机,何不选择一个更好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会在下周发布一些外星生命的消息,这样就没人注意到了,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这样就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你懂的。 我认为这个消息被掩盖了,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的计划,试图掩盖有关桥,拜登及其儿子的各种消息,以及他在毒品交易和中国金钱方面的牵连。 我认为这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真相。 我发现这相当可悲,克雷格,因为每次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他看起来像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像一个傀儡,有人一直在控制他,因为他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总是碰到东西,摔倒。 我喜欢他那种尝试跑步的方式,但每次都失败,一头栽倒在地,而且他对孩子们来说也很可怕,他是个可怕的人。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新的政治家,但在全球范围内,要找到一批全新而明智的人可能很难。 这就是问题所在,社交媒体造成了更多的分裂,我认为很多问题都是社交媒体引起的。 以前当BBC控制着所有信息,决定人们能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时,情况都很好。 现在每件事都被抛出来,我们发现了很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真相,也有很多胡扯流传出来,我们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当然,通过在Facebook或TikTok上发布一些疯狂的故事来吸引点击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这又回到了这个疯狂的世界,我认为外星人讨论是一种干扰,因为我认为背后可能还有更多值得探讨的事情。 总之,希望在将来能有更多的信息出现,对刚才那些话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因为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下周会去那里,看看我们的工程师已经做了什么。 我们有一些项目正在进行,目前还不能向全世界公开,但我们自己用了很多钱做了一些事情,同时我们也在尝试在英国开展一些活动。 我们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 有一些人希望以巨大的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在背后做了一些投资,这些投资可能会变得非常有趣和改变生活。 同时,我们得到了赞助者的帮助,以保持一切运转并继续进行节目。 关于平行世界,其实有多种解释,取决于我们指的是什么。 它可能涉及到多个维度,甚至可以想象成多元宇宙,也就是这个世界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版本。 例如,在这个视频里,你看到的是我穿着白衬衫和你交谈,而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我可能穿着黄色的衬衫,一切其他的都相同。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我甚至可能长着鹿角,等等。 因为那个会是一个好的可能性,也许我应该跳进那个单元。 所以,这个想法有点像,所有这些无限的可能性都并行存在,或者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时,我们进入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境,都是一种静态情境,我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情境。 就像在生活中每一次做出决定时,我们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每一次我们有成千上万的选择,我们在不同的宇宙中移动。 通过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决定,我们实际上来到了一个完美的宇宙,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得到了启蒙。 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即寻找所谓的工业世界,也许是星界,或者向下的梵天,最终我们只是进入另一个存在层次,一切都变得完美。 这是其中一种观点。 还有另一种永恒回归的想法,我们在这个生命中多次多次地活着,每一次。 我们都创造一个新的宇宙。 当我们死去时,我们再次回到起点,重新经历生命,有点像电影疯狂一天终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不同的事情。 人们像斯宾赛和尼采这样的人谈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很难解释。 因为关于平行世界的观点有很多,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也许通过你自己的内在体验,你可能会感觉到有时世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例如,当巧合发生时,会在宇宙中产生一种扭曲,好像出了些问题。 或者,当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时,好像之前经历过这一切。 或者,当你遇到一些巧合,事情恰好发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你会发现宇宙似乎是柔性的,可变的。 我们的思想改变了,周围的事物也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吸引到生活中的好运也是由我们的思维方式引起的。 我们对周围世界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人们会误导地认为,哦,我要吸引金钱、金钱、金钱,但事实并非如此。 重要的是,将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意识层次,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也许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力量更加灵活地应对宇宙,实际上改变周围事物发生的方式。 这可能让我们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跳入另一个平行宇宙之中。 但你知道,这很难解释。 因为我说的引发了无数更多的问题,我可能永远无法回答。 谢谢你的问题,关于Ghost Hunting Equipment,寻找鬼魂的设备的问题,取决于你使用的设备。 如果你使用了录音机、摄像机等,人们可能会在上面捕捉到光球等现象,但很多时候这只是射频波或其他自然现象。 对我来说,我必须亲眼看到鬼魂出现在我面前,而不仅仅是听到声音或看到有人在大气中扔石头或硬币。 在进行严肃的寻鬼活动时,不可有恐惧之心,必须要无畏,然后当你与高能量连接,并且捕捉到一些东西时,这会非常惊人。 虚构的鬼怪狩猎或者类似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似乎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 人们似乎认为只有在夜晚才能捕捉到鬼魂,但事实并非如此,白天也可以捕捉到。 不过我认为,我刚刚结束,对不起,你看起来对我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继续前进,只要耐心等待。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在白天用摄像机实际上捕捉到了一些东西。 我们带着Vilo一起去了,我记得在47分53秒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所有那些文字突然出现了,你还记得吗?罗宾逊? 我说的是,关于自体的事情,没错,奇怪的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填充东西,那时是白天,所以并不一定非得在晚上进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人们似乎想要在墓地里寻找鬼魂,天啊,他们是不是喜欢捕捉一些东西? 但嗯,你可以捕捉到所有这些形象和光球等东西,不仅限于夜晚,白天也可以。 个人观点是,有些人擅长这些东西,擅长捕捉,但其中很多可能都是幻想。 实际上,我们谈到了一些设备,你知道,我认为所谓的寻鬼,就是我们想怎么称呼鬼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疑问了。 我认为,这需要一个灵媒,必须有一些人只是带着设备出去,比如高科技设备,然后就像你在谈论什么设备能找到鬼魂一样。 我们曾经在某个地方做拍摄的时候,加入过一个寻鬼俱乐部,他们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找到鬼魂,那东西一直在发出嗡嗡声之类的东西。 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们说是臭氧检测器,还有另一个是电子探测器,其实只是检测到了一些管道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没有明确的方法能让鬼魂或者灵魂使用任何形式的设备,就连V这般也是一种设备,但它需要使用触摸玻璃的人的通。 零能力,因为是大家共同的意识让玻璃移动。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几乎任何设备都能用来与鬼魂联系,他们尝试过,比如白噪声,他们用这种方式尝试过,但就像你在云中看到脸一样,你也可以在随机声音中听到声音。 你以为听到有人说话,但实际上只是你在投射自己的声音。 当然,可能会有几个小时的录音中什么也没有,你只是挑选那一小段你觉得有声音的部分,然后你并没有完整的对话,也不能与那个声音互动。 这让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想象投射到那个声音上,就像我们把图片投射到云朵或者随机形状上一样,这其中存在很多疑问。 对于这些设备和大量的幻想,正如简所说的那样,人们喜欢去进行这些惊吓之夜的活动,让我们去找墓地里的鬼魂。 我也在十几岁的时候尝试过,我们曾经带着V这版去过墓地,但你知道,这其实是愚蠢的,因为我们在吓唬自己,因为这样做很可怕。 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在电视节目中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因为它很可怕。 人们认为是这样的,那是好莱坞的做法,但是灵界并不是这样联系的。 你知道,与灵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实际上是通过人类的意识,是我们的思想与灵界的思想融合。 通过这种意识的媒介,我们可以传达和说出一些可验证的事情。 我曾经用过V这版,并得到了一些信息,但用V这版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三四个句子,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得到这几个句子。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通灵来在三十秒内得到这些信息呢?这是件很繁琐的事情,对我来说并不实用。 还有桌子翻转法,我们也尝试过,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桌子会在桌面上跳来跳去,传达出一些信息,发出敲击声,它会变得活灵活现。 这实际上是对某种超出我们解释范围的事情的验证,但是其中一些设备的东西,就像你所说的简,有些是愚蠢的,他们都打扮起来,以寻鬼团队的名义四处走动,这很有趣。 因为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些关于Graves的东西,我想是这样的,他们有像监狱牢房一样的设计,以防止死者复活成为吸血鬼,这样他们就无法离开坟墓。 对,没错,他们过去会把木桩插入人们的心脏等等,不过这些设计都是用棺材形状的栏杆来完成的。 然后,进一步的,他们在墓地上面还安装了一个种,以便万一有人被活埋,他们可以敲响终声。 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有人因为害怕被活埋而惊醒过。 有些人说这是谬论。 最近我去过玛丽女王的斯科茨塔伦特屋和城堡,非常有趣。 我猜想那应该在苏格兰,我认为。 在那里,我捕捉到了一个女生的电子声音现象,EVP。 她说,救救我,在城堡的地面上,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我是大门的守护者。 这非常有趣,再说一下,你刚刚听到的声音是电子声音现象,也就是EVP。 你是否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在作用,让我们误以为听到了什么? 我之前有点负面看待这个现象,但是我不能否认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有时候确实存在无法解释的情况。 我不喜欢那些过度炒作这些现象的电视节目,但也有些非常有趣的案例。 我曾经参与了一部名为《白噪音》的电影制作,其中使用了西班牙等地的人们进行EVP研究,他们获得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果。 我认识一些灵媒朋友,也参与其中,他们似乎确实得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真实现象。 不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声音,而是完整的句子,像我是国王的守护者这样的话。 不过,我不知道你这次捕捉到的是什么? 尼歇尔。 你能听到灵魂的声音,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我躺在床上看手机,看邮件什么的,我意识到床尾有个人在说话,我很疲劳地醒来,声音清晰无比,非常清楚。 他说,给我倒杯茶,可是你不在那儿,为什么要摇醒,我要茶呢? 你不是在床上吗?不过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有时候当我们为别人进行读歇数之类的时候,房间里会出现声音。 这很有趣。 Jade问,当你在照片中能看到灵魂时,这叫什么? 我认为你需要仔细分析这些照片,并放大显示,因为很多人在照片中看到了一些东西。 很久以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习惯把死者的照片拍下来,比如与死去的孩子一起照相,以便保存记忆等等。 但这种情况与你问的可能有些不同。 他们以前常常会把他们的照片寄出来,其中有99张我可以解释,比如,99张照片中的奇怪光球可以很容易地解释。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阴影或者奇怪的东西,如果你再仔细看一次,你就能解释清楚。 有时快门速度出错了,有时是重叠曝光等等。 大部分情况下,我通常能找到解释的方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在某样东西中看到了脸。 在57分11秒时,有一两张照片特别有趣,你无法解释它们是关于什么的。 非常奇怪的照片,事实上,我把其中大部分放在了一本书中,我有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我并不经常宣传,我现在记不清楚它的名字了,可能叫电影幻影。 其中有一两次,你能够得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我无法解释,因为我想,如果我要做这个,我就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我要看看所有导致像光球这样的典型原因。 例如,你会在镜头上看到水滴,这会产生光球效果,你可能会在镜头上看到灰尘,因为相机的焦距较短,所以任何离镜头很近的东西都会出现在照片中。 尤其是,如果你把相机从口袋里取出来,而口袋是温暖的,相机也是温暖的,然后进入一个非常冷的环境,会出现模糊的形状和物体,与实际情况无关。 但是在镜头上有,有很多方法可以解释它,不幸的是,有些情况你无法解释。 比如,有没有在汉普顿宫拍到鬼魂的照片,火警响了,突然门打开了,看起来像一个戴帽子的人,那个相当奇怪,不是吗? 我怀疑,这只是一个骗局。 哦,这件事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我之前也看过那个视频,我们在汉普顿宫拍摄过一个视频,你还记得吗? 我把那个片段放进去了,但是,是的,所有这些照片都是非常,有点像不明飞行物一样,很难找到硬证据,总是有相反的证据,最终你永远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但是当你把所有的证据综合起来看,你会觉得,嗯,这里面肯定有些不寻常的东西发生,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有关孩子们床底下的怪物,成年人看不到,是不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有所特殊,难道他们只是长大了? 我认为所有的孩子都会看到怪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害怕看到小丑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还记得你年幼时,你有关衣柜里有人的想象吗? 我想,我们小时候都会看床底下,看看那里有没有怪物。 对孩子们的梦境研究显示,他们更多地梦到动物和怪物,这是自然而然的,不只是婴儿阶段,但是成年人不会做这样的梦。 所以我们都会长大,不再害怕这些了。 但是有一种理论认为,这可能与我们的潜意识有关,也许是我们古老的历史中存在的一些保护性东西,比如对野生动物等的恐惧,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另一种理论是,当我们梦见从树上摔下来时,例如摔下来时,我们会感到恐惧,这也可能是一种天生的本能,使我们保持警觉和保护自己。 你知道,我们经常做一个相当普遍的梦,梦到掉落,这可能是由于血压下降的触发器,也许是当你入睡的时候,但是有人推测。 在我们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睡在树上,如果你在梦中梦到掉落,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撞到底部,因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把掉落的记忆传承下来了,而那些撞到底部的人没有传承下来, 所以这个梦并没有在基因线上传承。 所以有人推测,掉落的梦来自古代,而且你知道,动物和怪物的梦可能与古代有关。 这些记忆仍然保留在我们的童年记忆和对保护性事物的记忆中,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恐惧。 所以是的,孩子床底下的怪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但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真实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因为它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就像我们之前谈论的关于蛇之类的东西一样, 这些都是卡尔,荣格用来称之为圆形类型的东西,而不是梅根,马克尔的圆形类型,胡说八道。 别去棚子里,别进树林之类的。 实际上,我得看一下那个,那是个好片子,在Prime上Cold Comfort Farm。 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加入,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